非常真实存在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就是一个鼠灵征战的东西 就是很多时候有的人做坏事 你说真的有任何理由吗 他就是想做 他就是想做 在这里跟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一个故事 上个礼拜天呢 我们去走岛 去走岛 我们也有在频道里面跟大家讲 那上个礼拜天 这个很高兴 我是非常高兴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 这次出来竞选公职的人 他们不仅仅是说 有这个对于国家这个热忱 或者是你看到现在这个状况 他们感觉到 哎呀很反感 不出来不行了 我们一定要回到正轨 他们是非常明白 鼠灵方面的问题 这个是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他们能够明明的明白 说圣经里面的真理 到底是怎么讲 然后他愿意偶背这个真理 说我愿意按照这些行 而且他们明明知道 这其实不只是 人类跟人类之间的问题 说左派有多坏 右派有多好 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很多时候是非常真实的 一个鼠灵方面的问题 所以上个礼拜天 我们有一个走岛 跟You First Campaign的 四个候选人 都在我们节目中采访过 那一个就是 Running for Congress 就是去联邦国会的 38区的众议员 秦政国 Eric Ching 还有呢 像Mitch Clements 然后这个Jessica Martinez 还有Raul Ortiz 牧师 就是反正是这四个人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 那个代佬的勇士 我们这些朋友在湾南 就是核桃市的市政府门前 我们在那里聚集 说大家一起去走岛 那我们那些走岛呢 其实是 是这样分 就是有打印下来一张纸 然后是这四个人 所在的所有城市 都在这个纸上 那他们有互相重叠的 比如说像核桃市 那可能有三个人的选区 都包含核桃市 这样一张纸写得很清楚 所有的城市都有 那这样都有呢 就是说我们分成四组 一个候选人代一组 代一组了之后 我们这些人就开车去 你可能大概比如说 像我们这些组 我们就一共跑四个城市 就是说我们去 这四个城市的市议会 去市议会那里面 祷告 然后宣告 就比如说我们宣告 这个土地神已经赐给我们了 这个土地是奉耶和华的名 怎么怎么样 我们是去宣告 然后会按照不同的感动 就你到那可能有感觉 说这个城市 它到底需要哪一方面祷告 比如说像彭茂呢 我们知道有很多 非常黑暗的事情在彭茂呢 像是什么 human trafficking啊 这个走私啊 妓女的这些东西 都在彭茂呢 所以你到了这样一个城市的时候 你会针对 针对这样的东西去祷告 那当时呢 我们在的这一组 我就是跟Era King 我们秦政国 我们一起有七个人 包括Persela 我们七个人 就在这一个群组里面 开两个车 我们就第一站 先去了彭茂呢的那个市议会 彭茂呢市议会好漂亮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你城市市议会啊 城市议会很多 building很漂亮很大 然后那个大圆 像公园一样 就很好看 那楼很大 很明亮很漂亮 所以我们到那把车给停下来 那就发现 哦市议会 其实礼拜六礼拜天 没有人上班的 所以在大楼里面都是关的 也没有什么人在那里 那我们把车停好了之后 我们就下来 走到那里围一个圈 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 就开始宣告 那祷告完了之后 我们就上车 然后再去下一站 那我们那天第二站 就是去 City of Industry 就罗兰港这一块 City of Industry 开车看到那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你右转就是市议会 你到了这市议会前面 你就发现市议会那条路 叫Mayor Dave Way 我还看一眼 我说是怎么回事 后来才发现 他们有一任市长 叫Dave 叫David 他自己把门口那条路 给改成他自己的名字 这个人在2020年 已经去世了 是一个老市长 所以就是 你会知道说 一个城市 如果它是 真的为人民服务 还是他想要 自己去表现什么东西 要往自己脸上贴金 或者是他真的 on that神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他把市政府门口那条路 改成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后来我们到了 那个市政府的那个大院里面 去停车嘛 两个车就进去了 还是一样 没有人上班 两个车停到这 刚停到 我们刚下来 你知道吗 就在那个市政府那个院里 有个车在那停着 他也没停到停车位上 就一个黑车 一个女儿在里面坐 不知道在里面坐着干嘛 市政府都没开门 就他一个人 他在车里面坐着 OK 我们一下车了之后 那女就趴窗喊说 你们来干嘛的 然后我就 嗯 然后有个人 好像是秦政国 他说说 我们是来祷告的 然后那个女说 哦不行啊 你们要马上离开啊 因为这个地方 是属于私人的领地 是市政府 耶 市政府 市政府属于私人的领地 对 这个女就在车里说 然后我们就不知道 这个女是谁 因为她车上 她很明显不是公职人员 你说什么警察 这种都不是 她车上也没什么 她穿的也 不是制服了 然后我们就 跟这个女的讲了两句 然后就觉得说 好 那我们大概率 就不要管她 对吧 这个女的怎样 你知道吗 她开车 马上开走了 过来一会儿 Security来了 我们到了市政府门口 围了一个圈 要开始祷告了 Security 就保安 开个车就来了 那如果你要是 不说她是保安的 其实很多时候 有时候很难发现 因为她穿的衣服跟裤子 颜色跟警察 是一模一样的 她开那个小车 上面也是 有点像警车似的 那个样子 她就开车就来了 来的时候 那人就在车里面 就跟我们喊 说 你们要干嘛 我们说 我们要祷告 那这段呢 正好就 拿手机给录下来了 那接下来 大家就来看一看 说这个人 他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我问你 你从哪里 里面 你从哪里 你从 Walnut well yeah and why are you over here? I want yourwidth I want to pray but this is private property sir and I don't know any city hall is a private property timm me any code in california is a private property any city hall is a public property you call the sheriff call the commander I know him l rewarding all commander this is private property I know that every city hall is a public property I've been doing this for ten and a half years I don't know any city is a private property if i see my face on any social media or like that i'm going to sue you you don't have my permission to use my face okay public property i can use it i can do it okay let me see okay sir this is private property that's it's that simple it's private property you say that again if you want to go across the street then you're fine over there or if you want to go across here over there across the street that may be a private property because it's somebody's private property city hall this is city hall it belongs to the people people for praise this is private this is not a private property this is private property you're harassing people i'm not harassing you this is private property man you're probably who's property who's property it doesn't cover it okay there's a reason that i'm here okay why we're here too yeah we're here to pray over city hall we're going to be here tops you've actually extended our state because we're in and out five minutes let me you want to go share the thing right there yeah yeah call me 大家好我是秦政国合法室的市議員也是38區的候選人 我們剛剛有在每個城市禱告的時候碰到一些小插曲 這個小插曲就是說呢城市裡面他們叫的這個可能是警衛呢來騷擾我們 實際上我們做的事情根本沒有不合法這是大家都可以做的 到每個城市的市政府因為大家不要忘記市政府呢屬於公用的資產不是私人的資產 我們在那邊我們幫城市禱告如此也很簡單 但這個事情提醒我們說不是所有的這些公職人員呢都有這種守法或是知法的這種 啊這種啊嘗試啊所以說呢如果碰到不合理的地方呢你要居裡力爭 那為什麼來選這個國會議員就是我要為你居裡力爭 然後我要保護你們大家不要讓你們受到惡人的傷害 哇哦你沒去嘛那你看到這個視頻你當然是有什麼感覺 就覺得說第一個為什麼市政府會是私利的一個地區 對因為市政府全部都是納稅人的錢蓋出來的 裡面的員工也都是納稅人給的所有的東西包括那個保安 對那個security officer應該也都是用納稅人的錢給的 為什麼會是一個私有領地對就像美國這邊有很多那種什麼BLM的那個LAND 就是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 他們那個地方就是屬於公家的地你在上面是可以打槍啊 你要做什麼去打獵啊這都是OK的就有一個人說這塊地是私人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覺得非常非常的扯 對就是市政府對我來講就大概像公園一樣吧公園就是誰都可以去嘛 那你不分那個禮拜一到禮拜五或者禮拜六到禮拜天 我想溜到了我就可以把車挺到那我就可以進去走一走 對吧那尤其像市政府這個地方我能夠明白說這個保安被雇來 他是要保安嘛對吧他要保護這一塊的安全 但是我們只是在院子裡面我們沒有說要求要進樓或者怎麼樣 我們只是在院子裡面那這樣他就告訴我們說你們馬上要離開 然後我們說我們是來禱告他就馬上要離開 結果這人就真的打話叫了警察他打電話報警 報警說我們闖私人領地啊啊 那當然呢我們這一組也不怕啥對不對我們有秦政國嘛 秦政國哈哈哈哈哈哈 這保安打電話秦政國也打電話他打給誰打給那一片的那個警察的commander 打話給警察局所長說我們在市政府祷告要趕我們走說我們在這裡是私人領地 他說我從來不知道市政府怎麼會變成是私人領地呢 這明明就是公共的嘛啊公共區域那警察就來了 來了之後呢那當然是因為秦政國又打了電話 所以這個事情到最後就順利解決了那些警察來了還跟我們點頭哈腰的 還跟我們那個揮揮手啊就說因為人家上面給指示了說 Leave these people alone 讓他們就禱告他們就禱告吧啊就不要管他們 他們去完這一站還會去下一站那這一片你們就都不要管他們 他們去禱告就禱告吧 所以你知道這個對我來講是經歷一個非常真實的属灵征戰 因為我們剛第一站去了彭茂娜第二站到了四六病人大水 第一個是那個女的在那幹嘛就是怎麼會有一個人在那裡等著就專門舉報我們呢 然後第二個是這是一個明顯的謊言每一個人都知道市政府不可能是私人的領地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這麼大膽而且這麼直接的用這個理由來趕我們走 如果說用其他的理由安全考量的話就像你剛說到公園 對公園也是有可以去的時間跟不能去的時間那你如果說你在不能去的時間你晚上11點之後你還在那個地方的話警察就是可以抓你 你什麼大半夜三點你當然搭個帳篷然後喝酒睡覺抽大麻那這樣的話警察當然可以把你remove走 但是我覺得最可笑的一點就是他們他說的這個這不是一個正當理由 對你如果要說哦你們一下來的人太多我作為保安我有點緊張我想問問你們來這裡幹嘛 你這些都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他直接就說說這個地方是私人領地你們不可以進來馬上離開 那這就是一個非常愚蠢而且非常虛假的一個理由和藉口 所以我就會想到說哦撒旦就是謊言之父他可以把謊言說的跟真的一模一樣 那他就是會用這些人去阻攔我們到市政府為市政府祝福祷告 那這也就是可見基督徒其實做的有點少就是為市政府祝福祷告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不管你是平時路過市政府啊或者是走路經過 不管是學校醫院所有這些公家機關 祷告就是應該成為我們的DNA 你就是為這些地方祝福祷告不然的話這個属灵空氣真的沒有辦法轉變 你看我們就去了就祷告一下就搞來那麼多警察 而且不光是這一輛警車我們走了之後路上又陸續碰到好幾個警車 他那個人一打電話這些警車全都到附近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很慶幸那一天他在 如果他不在這個保安完全可以打言話說這些人transpassing 對他們到了私人領地那你說如果這個保安說了這樣的謊言 警察也來了說這就是私人領地你就是不應該來 他看這一片的他跟我們說了你就是必須要跟我們走 那如果要是這樣的你作為平民老百姓你能怎麼辦 那個保安來之後他跟我們說什麼呢 他說你們來這這市政府啊說這個院是私人領地你們不可以來 你們可以到對面去 秦振國說對面才有可能是私人領地 那他可能是誰買的一個什麼家或者怎麼樣 那才是人家私人領地 這個地方就是公立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你知道嗎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我覺得一般的老百姓去了 你看到一個穿得像警察的人 這麼直接跟你說你就是擅闖私人領地 你心裡會不會打鼓一定會了 鐵定會啊 但秦振國他不打鼓啊 他做這玩意他做了十幾年 他做十年半的公職人員 他當然知道市政府是幹嘛的 所以說知道法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了解法律還有了解法律的底線到底是什麼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政府隨時都有可能創造出無中生有的 弄出來一個法律然後說你必須要 拜登想說什麼 Forgive student loan 他是沒有權利的喔 然後Forgive rent 他是沒有權利的喔 然後叫全美國的商業往來全部停止 他是沒有任何權利的 憲法沒有給他這個權利 政府就沒有這個權利 對 既然是這個樣子的話他還是照樣做 因為他覺得他有這樣的權利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的人 很多都沒讀過憲法 對 很多包括看我們的節目的人 也都沒有讀過憲法 不知道憲法在寫什麼 當你不知道法律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要怎麼回應 當別人侵犯你的權利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你自己被侵犯了 那這跟讀聖經一樣 為什麼我們一直在強調 聖經一定要自己讀 因為自己讀了才是你的 你不能說我只要聽牧師的就好 我只要聽那個就好 那當別人challenge你的時候 你的牧師說的不一定是真的啊 你怎麼知道的 你若有讀聖經的話 你可以說因為我讀到這個地方 路加福音這邊這樣講 然後詩篇這個樣子講 你如果沒自己讀過的話 你就會說 或許別人是對的 我相信有很多的人都經歷過這個樣子的東西 就說什麼 你怎麼知道是怎樣怎樣怎樣 你怎麼知道美國的法律是怎樣 你如果不懂的話 你就輸了 你就會被他問到 就算他也不懂 但是他可以提問 他就可以讓你自我懷疑 所以自己親自的去了解 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親自的去了解現在的候選人 親自的去讀聖經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不能再吃懶人包 對就像你剛才講的 其實很多時候我覺得人們 根本就沒有意識到一點 就是說 這些人他們會執法犯法 但是這個我告訴你 這個是非常普遍的一個現象 以前我也不相信 以前我想說 那像什麼拜登 OK 比如說拜登 就是總統或者這些公職人員 他們一定是明白法律是怎麼樣 所以他們肯定要先保證自己不去觸犯法律 但是不是哦 他們因為利用人們對法律的不了解 所以他們一步一步的偷偷摸摸的 都沒有偷偷摸摸的 就是正大光明的去跨越那個 憲法給他們的權利 一點一點去超過 但是人們沒有任何反應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他不會犯法呀 他說的一定就是對的嘛 就像那天那個人 說不好聽的 他觸碰我們的那個 憲法第一修正案 我們在一個公共的場所 祷告怎麼樣 你有什麼資格叫警察來 你有什麼資格干擾我們 去做我們憲法第一修正案 去維護我們的事情 但是你想 這人他就是 被撒旦利用了 他可以把假話 說得那麼斬釘截鐵 你心裡打不打鼓 你這個時候 你會想到憲法第一修正案 賦予的權利嗎 你會想到說 這個長相警察人 maybe他說的是對的 可能我這個好像沒讀好 那我回去再好好看一看 所以這種時候就是 這些是屬於一些基本常識 就是我們自己有什麼樣的權利 法律到底是怎麼寫 這個呢 小到你要保護個人 你保護家庭 你保護你的所有的憲法權利 大到的就是國家裡面 這些人會不會不斷的僭越 憲法賦予他們的這樣權利 他們一直不斷的誇 一直不斷誇 從一個小政府慢慢演變成大政府 然後拿走你所有的權利 拿走你的槍支 拿走你的錢 還把你哄得樂樂樂樂的很高興 玩你還all nothing 對吧 跟你說這是一個safety act 對 告訴你說 這是一個非常安全的法案 所以 這個我覺得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提醒了 不管是說這個safety act也好 或者是我們平時生活中就像你去禱告 有人會欺負你的權利 這種時候你到底要怎麼做 我覺得首先就是 完全不要妥協 Don't comply 你不要妥協 這你有的 你就是有 別人來搶 你就是不要給他 他們鑑約你的權利 你就說no 必須強硬的告訴他 這就是我的權利 這就是憲法賦予我的權利 你不可以感受我的權利 最主要就是你要先了解你 你自己的權利是什麼 我們只能把自己變得更強壯 我們唯一抵抗敵人的方式 就是建設我們自己 建設我們的家園 創造出一個有利的社區 我們只有這個樣子才可以翻轉這個時代 我們不能靠了其他的人來幫我們翻轉時代 我們如果要翻轉時代 我們如果要建立一個屬於基督的國度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付出行動 我們就必須要去犧牲 就是我們不能妥協 我們不能跟很多我們這次在看到的什麼共和黨一樣 直接就是妥協說 喔我們是為了 我們是為了要黨的利益 不然我們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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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要一妥協了 我們如果不了解聖經的價值觀 然後我們妥協了 我們放棄了 撒旦就會往前走一步 撒旦就會一點一點的清 我們現在的生活 就跟這次的這個Safety Act一樣 我殺人的話 喔算是一己摩擦罪很可怕 我如果吸毒了之後再殺人 這樣子就是我不能控制我自己 然後我很可憐 我是個毒販 我其實要被同情 所以說警察就不能抓我 所以就是一個殺人犯 他如果再加上吸毒 那他就可以被赦免 如果要是一個個人生活非常健康的這樣一個殺人犯 他不吸毒不喝酒不抽大麻 那他這樣殺人他就要被處理 對你說這是什麼事件 所以這個是非常可怕 而且非常愚蠢的 我們如果要阻止這些事情發生的話 我們唯一的方法就是建設好我們自己 那在節目最後呢 在非常快速的總結一件 就是我們要去做的是什麼 昨天的節目裡面講了囤糧 趕緊囤一些不容易壞的東西 不管是說會不會遇到糧食危機 你總是有飯吃 如果以後要漲價了 你還買到了便宜的大米 所以趕快去買東西來囤糧 第二點就是趕快去買槍 把家裡的人都訓練起來 不管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或者你是像我一樣的女生 趕快去買槍 如果你要是公民的話 你有這樣的資格可以去買槍 趕快去買槍 第三點就是什麼呢 趕快禱告 對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我也歡迎你加入到禱告的軍隊裡面 如果你是基督徒 那你應該更明白 這個属灵征山的這個關鍵性 在你開車的時候 在你走路的時候 或者你就是直接衝到市政府去 每天早上出去溜完的時候 市政府就去溜溜 你就在那宣告 怎麼樣 誰來管你 對不對 你就在那祷告 你就在那宣告 所以大家都這樣行動起來 我覺得這個属灵轉化應該是很快 好 那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是弗莉莎 我是Eater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拜拜